大家好,歡迎大家回到體壇廣場 繼續有我陳藍聚、Nigel 我們的嘉賓繼續有香港棍網球總會的代表 嘉禧 我們上集已經跟大家講過 棍網球的歷史、玩法和規例 大家都應該有一個梗蓋 不如說說這項運動在香港的歷史 這次應該沒有一千年了吧 這樣任我 香港棍網球總會成立了27年 起初是香港大學的教授傳入 所以現在香港大學也有很多社堂 也有隊伍 他把棍網球帶進去KONU 有兩間傳統的社堂 當時就開始玩 一開始玩的時候只有男生 他們都是用女生的禮和女生的裝備 到這二十多年發展 我們就慢慢把這件事發展 香港就有很多球員玩 現時香港有多少隊是常規的球隊去參與這個運動 加上本地聯賽和中小學隊 大概都有三十多隊 現在有三十隊球 對方說 對方說 採取什麼比賽制度 例如是否有特別的聯賽 或是有特別的杯賽 或是分靈制 還是怎樣 總會那邊每一年都會有男女生的Champions League 即是本地聯賽 我們會有一個Premiere League 那個是精英化一點的 發展方面 我們會有中學的校制比賽 和小學的校制比賽 如果大家想玩的話 其實我們會有六打六的聯賽 那球場會不會小一點 六打六是一個新例 就是Olympic Rules 因為我們正在申請進入 希望將來的奧運會有這個項目 將賽程改變成一個小一點的場地 和少一點人數 現在你們有什麼推廣活動呢 我們在小朋友方面 裡面有些孩子的開始課 有年輕人的開始課 然後我們會有一個叫 Development Academy 它也有分mini 就是可能小學生 然後有中學生 和一個開放的課程 這些就是培訓一些新的球員 另外其實我們也會有一些 小學生的開始課程 是讓大家如果很久 大眾有興趣去學棍網球 都可以參加 剛剛提到的 小朋友一直到大朋友 都可以參加 其實哪一種年齡層 是最適合玩這個活動的呢 因為我聽到 如果這麼小就玩 會不會有些危險呢 其實在外國 小朋友 我見四五歲已經可以拿著 我們總會那方面 都會有一些特別的棍 就是它是差不多這麼長的 它就是用膠做的 給小朋友用 那就不會那麼危險 還有我們的球 因為都怕家長擔心 這個球都比較硬 對 對 我們就會有一個小時候 像壁球的質地 給小朋友用 對 所以小朋友就是三四歲 就可以開始玩 可以 如果是比較大的年紀 其實可以玩到多少歲 其實可以玩 因為跑動都比較多 不過我想你一路都想打 或者可以的話 都可以繼續玩 家欣你剛才說過 小朋友三四歲 就可以學這項運動 在學這項運動 和參與這項運動的過程裡 對他們的成長 或者對他們的學習 有甚麼幫助 其實本身運動 就可以幫助到小朋友 很多可能在學校 或者書本裡 學不到的技術 我覺得棍網球最重要的技術 他們學到 就是有兩樣的 就是團隊精神和抗疫力 我覺得這項運動 是很重要的 因為我們跌了個球 可能失去了 做了一個錯誤 那球又可以有機會 讓你撐起來 只要你不要放棄 就可以做 而且棍網球是一個團隊運動 他很講求 要一個沒有指示的心態 才會打得好 所以我覺得這兩項運動 會教授給小朋友 嘉儀 我想問問 棍網球這個運動 在全世界上 哪些國家是發展得比較好 和成績最好的呢 美國和加拿大 是很厲害的 在這個運動上 因為本身加拿大 這是他們的National Sports 他們是冰曲和Lacrosse 女生方面 美國已經拋離很遠 例如世界盃的決賽 對加拿大 他們可以贏 例如10比3 現在香港隊 在棍網球的球壇上 簽著一個什麼位置 我們男性隊 就排20 其實男女隊 都差不多排20 我們 算得上是亞洲的 第二和第三名 亞洲第一的是哪一隊 日本 他們是世界排名 大概第九 第九 第十 你們對香港隊 在未來的發展上 有什麼展望 我們一路的目標 都是會想做亞洲的第一 我們都一路 努力向著這個目標進發 是的 我都聽你說過 你都玩了很多年 香港已經發展了這個運動 其實已經不少日子 至於我們在香港 出到外國 有沒有參加過什麼比賽 以及曾經拿過什麼成績 剛才也提到發展方面 我們精英那邊 有男子代表隊 女子代表隊 男子的box lacrosse代表隊 即是他在室內棍網球代表隊 以及我們會有U-19的男子女子隊 我們接下來 其實這一年 女子隊都準備 下年七月去世界盃 男子U-20 因為尚尿取消了U-19 今年就變成U-20 都會去愛爾蘭比賽 然後 男子代表隊 他們接下來會打外圍賽 如果舉辦到的話 他們就會去劉西蘭 打一個外圍賽 如果有朋友 有興趣參與這項運動 可以怎樣才可以玩到呢 其實我們可以上回我們的網頁 或者可以去我們Facebook 或Instagram 都會有很多資訊 聽你講 很緊張刺激 運動量相當不錯 挺健康的運動 大家都看到我家晞頗美女 打得多就像你那樣美女 你也呼籲大家參與這項運動 好嗎 棍網球也有很多樂趣 或者自己一個也可以練到 很多個人技巧的運動 希望大家有興趣的話 就快點來參與我們 將來希望在香港代表隊見到你們 多謝家晞和我們分享 亦希望各位都會多點關注 和多點參與這項運動 多謝你們的收看 拜拜 拜拜 拜拜